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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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教社去工作已經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我花大部分的時間告訴同學說 別的老師教的都不是社去工作 因為... 我...當然我一開始不能夠 我沒有辦法把這個事情做得太清楚 我大概可能也有多少時間 20分鐘 那可能到一半就告訴我一下 我這樣說好了 從我教社區工作開始 一開始我當然也是按照... 我是社會工作師的老師 就在社會工作那個脈絡底下 跟大家講社區 可是... 我始終覺得我背景 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轉捩點 是發生在九二一地震 九二一地震發生之後 我們... 我... 在那之前我其實就跟朋友在台北 花了快一年時間 籌辦... 台灣第一次的... 就是... 社區寫之類的東西 第二年馬上就被國家接手了 那九一地震發生之後 我... 我進不到了災區 我不想進去 因為我知道... 從理論上的理解 我就知道那個是一個非常... 耗時間 你一旦開始做的時候 就沒完沒了的事情 我是一個耗毅無勞的人 我是... 裡面花很多時間 想清楚這個世界是怎麼一回事 那看人家做犯錯 比較容易學 自己做犯錯又很痛苦 又會被人家罵 沒時間想 永遠不會搞清楚 因此... 我是... 被弱的... 被... 被集合辦... 社區的... 異式的... 什麼社區界的... 沒有一個朋友拉到... 我進到了災區 我進到了災區 那個現場... 勒然讓我發現 我在那邊說... 社區就是生活 說了非常多年 可是... 我對我的生活 非常非常多支撐我可以生活的一些東西 完全沒有... 感覺 可是進到災區 我發現... 電力系統斷了 交通斷了 水也斷了 好 特別是進到原住民部落的時候 他們要請巫師出馬 開始去找水源 好 那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們到底如何生活 好 後來就逐步看到說 原來社區這兩個字 這個符號 它應該是扣連在某一種生活方式 某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 這種特定的生活方式 其實也已經暗示了 大家共同要追求的一種理想生活 或整個生活 人生的意義目標裡面 完全不像我們現在所生活的 我們每一個都被割裂成 某一個小的原子 某一個小的工具 好像政治不是社區的 什麼都不是社區的 社區只是一種理想 如果談政治的話 我會發現 我們現在這種生活方式的 專職的社區工作者 他花了非常多的 幾乎是全部的心力 讓別人不能參與政治 讓人家害怕政治 讓人家沒有足夠多的心力 來關心政治 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子 每一個真正的生活者 如果不靠自己努力 總是會覺得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 好像他要靠專家 碰到問題 他覺得沒有信心 就算他很有信心 整個文化的生活的氛圍 會讓你覺得專家學者發言 你不會是對的 也就是說政治人物透過 我認為這全部都是政治人物的操弄 而且他們是有意的操弄 讓大家覺得無能 讓他覺得沒有希望 然後他來跟大家販賣希望 雖然那個希望每一次都帶來失望 可是你已經不相信自己可以找到出路了 社區回來的話 社區鑲嵌在一個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就是土地神 他是農業時代的一個符號 我們信奉同樣一個土地神 我們在同一塊土地上 在農業特別是道理文化裡面 它是非常需要一個共同的灌溉系統 於是在這個無謂農業的集合底下 產生了非常非常多相關的基礎 所以如果你能夠這樣子解構社區是什麼的時候 你就不會向外尋求社區的標準答案 而應該回來問我自己如何生活 在生活裡面我跟誰產生了關係 產生了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那是我自己喜歡的關係嗎 如果不是 那就不是我想要過的生活 我要去翻轉這種關係 所以對我而言 社區工作是一種什麼 就是每一個人認真的生活 認真的關照自己如何生活 然後努力的去把自己真正想要過的生活 活出來的一個努力 這就是社區工作 你就是你的社區核心 你要去把你想過的生活實踐出來 就是像這樣子的聚會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來到這邊 我們有可能去碰到 想要過的一種生活 有共同點的 這樣子一種夥伴 那我回來說 我認為的社區是什麼 我認為的社區 它在操作層面上 是要擺放在關係面去做的 所以對你而言 可以有你的社區的想像 我的社區想像是奠基在 我認為一種 我想要過一種什麼樣的生活 和自我利益 然後努力去實踐的一種工作 這就是我的社區工作 我認為我要的社區 是那種人跟人願意分享 願意互相幫助 並且我們都願意超越了 二元對立的這一種緊張矛盾 甚至在市場經濟裡面被鼓勵的 每一個要精於算計 可是這個算計都被載化在一個非常有限的時空裡面 我覺得這種生活方式 這種太局限了一個 每一個有無限可能的人 因此不要算計意味著完全開放 努力的跟人家分享不要算計意味著我相信這一切 而且我所付出的也都會回來我身上 所以我只要努力付出 我以前所付出的就在現在回來我身上 而我現在付出的以後會用一種方式回到我身上 因此我只要認真的生活願意付出 這就是我的社區工作 可是這個聽起來好像是一種個人的生活 社區真正的想像是大家有共同信仰 所以它本身已經暗示著 所有跟你有相同信念的人 應該從這些人開始 大家要去合在一起 一起去追求我們所想要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不一定要來找我做社區工作 可是你要在你的生活裡面找跟你自同道德的人 一起去好好的把自己想要過的生活過出來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所有的挫敗 所有的不符合理想 都應該促使我們反省 我們是不是太天真的 我們是不是對於這個世界 這個現實的認識是錯誤的 那我們要來修正 我在這邊其實是在講一件事情 社區是一種追求美好生活的事業 他真的會永遠跟著你 只是什麼樣的友好生活 應該由我們自己界定 而不是由課本上的定義 而不是由一些政治人物告訴我們說 可以把航空城蓋起來 我們就會有好的生活 我們的家產所有的可能性 都已經被騙走了 所以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回歸自身 不忘記理想 又能夠努力的尋找自同道德的人 結合成一個更大的力量 又因為我們都在追求美好 願意反省 這一切就會逐步發生 我認為不管你是要選里長 或者你只想做一個好家長 或者只想做一個好的生意人 可是你有理想 你願意反省 你知道你所做的 最後都會成為你自己 而你想要獲得好生活 只要有這樣的信念 那麼美好的社區 就是什麼是社區 是不需要去討論的 討論反而讓我們不真實的活著 我這樣子說 其實是有另外一個用意 因為我常常反省到 我們認識的世界 認識世界的方式 已經因為我們 這麼長時間以來的生活方式 而養成一種很不好的習慣 就拿今天做例子 我聽到很多來的朋友說 我要來聽聽看社區政治是什麼 我要來聽聽社區是什麼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傾向 這個傾向是說 答案在別人那裡 答案在外面 可是我剛剛整個在講社區工作是什麼 我在說這是我的社區工作 很重要的一個分享是 它是基於我 誠實的面對自己的狀態 而生產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 一種知識 一種態度 我認為所有的知識 都應該是每一個人的誠實面對自己 誠實的生活 然後把那些東西說出來跟別人分享 任意聽回饋 這個說出來的東西就是我們的知識 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知識 都應該被接納 被理解 然後真誠的對話 這就是社區工作 社區是什麼 先要問你的社區是什麼 當然我們要回到另外一個層次 看到現實 現實裡面有一群人 一天到晚在跟你定義社區是什麼 然後你的定義跟他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錯了 然後他們會透過考試 透過發證照 驗證 不斷地告訴你說你是錯的 就算你是錯的 你也要自己弄清楚 弄明白 來讓家裡真的告訴你我錯在哪裡 而我也要努力 因為這是我自己真實的認識 自己真實的知識 所以我要很認真的告訴別人說 我覺得你的有問題在哪裡 我的對在哪裡 除非我們願意這樣子跟人家對話 否則我們不會有真正的知識 如果我們不能跟人家對話 我們老是向外尋找答案 那麼所有知識都是別人篩給我們的 用什麼方式篩進來而已 我們只是被制約的說 這種方式得到知識是好的 我相信回到今天是哲悟的四周年 所以我來談一談 這種態度我覺得跟哲悟的精神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對我而言 哲學是什麼 哲學 所有人 只要認真探問生命是什麼 並且願意認真地把自己 覺得生命是什麼 活出來 那就是哲學 所謂哲學是愛智之學 他追的是什麼 他追尋的是一種 真正正確的生命智慧 這就是哲學 而回到我剛剛一段的論述說 一切的知識應該是你自己 誠實地面對自己 對世界的認識 對自己的認識 把它分享出來 這就變成知識 這樣子的話 哲學也應該是每一個人 自己去追尋的東西 注意到沒有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每一件事情都一個專業 哲學也變成一個專業 然後呢 這個非常嚴重 當哲學變成一種專業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我們自己 到底如何活出自己的生命 生命到底是一種什麼回事 充滿了畏懼害怕 不敢活出自己 而 還有十分鐘 看起來我還可以 好好地享受這個特權 所以 來到這邊 你可以說 當我們 認真的去探問 社區做一種生活 它到底是什麼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是一種哲學 而我們每一個人 不管你做的是什麼專業 你都應該把你對自己的專業 拉到哲學程式去探問 所謂拉到哲學程式 不是拉到很遙遠 而是拉回自己最根本的生活 所以更根本的感受 更根本的真實 對美好生活的想像 要去探問 智慧是什麼 生命是什麼 不管你做什麼 那就是你現在的生活方式 就應該在那個位置上 開始去探問這件事情 然後把它跟哲學連在一起 把它跟 先從志同道合的人連在一起 然後呢 想辦法學習一種 溫柔 尊重 接納的力量 讓很多人 因為你生活的如此溫柔 強而有力 又有信心的這種風采 一些人 自己覺得說 我好像應該了解一下 這個人到底怎麼看生活 怎麼看生命 他是怎麼這樣活出來的 我要談社區裡面 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自己社區的啟蒙 是從Warren Warren 這一個都市社區的社會學學者 他說 任何一個社區 如果要永遠的存在 我後來其實不關心社區永遠的存在 我只關心我自己這種生活態度 可以永遠存在 不過他這樣說 社區要永虛的存在的話 一定要做五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社會化 要跟你 把你不一樣的人 變成跟你一樣生活 你這種生活方式 才會一直繼續下去 社會化 還有什麼 經濟 你一定要活得下去 其實太關心經濟 是對生命沒有信心的想法 這也是現在的政治人物 處心機率 希望我們有一種 有的這種感覺 你不好好的歸順到那個體系裡面 安安穩穩的每個月裡心碎 你就活不下去 其實完全沒有這回事 你一定可以活下去 只要把該你的拿來 你就可以活下去了 可是政治人物 透過社會化 透過教育 讓你相信那些都是你不該拿的 你該拿的就是 你要老老實實的去做事 然後任由那些政治人物 資本家到處掠奪 掠奪你的 掠奪自然的 然後因為都被他掠奪去了 所以老天爺本來準備給你東西 也被他掠奪去了 你就覺得你活不下去 其實這是因為 那一群二職的生活者 非常成功的 把他們那種生活方式 透過社會化 讓大家 買一個把經濟當作最重要事物的 一種生活方式 經濟、社會化 然後他們說什麼 社會控制 那些人努力社會化 那些人努力社會化 不聽 不聽就來應了 要社會控制 要有軍隊、警察、情勢人員 要製造恐怖 鞏固他 以及讓大家買單的那一套 共同生活方式 最後呢 政治、經濟、社會控制 比如說 他的講法是 我把它變成政治 是共同生活 公共生活 那他還說 另外一種 應該是 我還記得 因為我是讀社會工作的 所以他社會福利 被擺在這個裡面 社會福利是什麼 學術上講一套 我從那個啟蒙之後 我開始列到 原來是在這樣子的 社會控制底下 有些人呢 已經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 勢必會造反 那我們就請這些善心人士 請資本家 成立基金會 成立社會福利機構 讓那些活不下去的人 還能夠活下去 因此他就不會反抗 他會覺得 反抗的成本好像很高 我乖一點的話 他就會讓我可以活下去 所以他講了總共五個機制 經濟、教育 他還講了教育 不過教育是社會 社會控制 好吧 不必太在意 因為 我已經早就離開那個五個路樹 我比較相信說 原來 原來我們的生活 應該是基於我們所相信的 不管他對還是錯 請你去實踐 讓真實的回應告訴你 他是對還是錯 而不是讓書本上 讓別人答案告訴你 對還是錯 對還是錯 要用自己的生命經驗 去追求之事 而不是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 別人 在他自己的生活經驗 自己的這種人格特質底下 他告訴你生活是一件什麼事情 生活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如何更加共同生活 好 如果用不到的什麼東西應該沒關係 我最後想講 基於那樣一個信念 我要說 社區 在奴老的社區裡面 所有的領袖人物是自然形成的 因為在那種簡單的生活裡面 人跟人的了解是全面的 可是有沒有看到 現在我們的政治人物 這是全世界的潮流 我們會選什麼樣的人 蒙縮會道的演員 他可以在需要的時候 撒謊 然後你完全聽不出來 然後呢 不管哪一檔的 關起門來 就哥倆好 在那邊分帳 他們非常專業 那也是他們的生命志趣 他們的生命志趣 就是從操控別人得到樂趣 然後呢 是照恐怖讓大家不要進到 這一個跟每一個人都有關係的領域裡面來 然後他們去操控媒體 操控政治 操控教育 讓我們從思想觀念上 就已經被洗腦 不再是我們自己的想法 看法觀念 當你一旦進到這一步之後 你會非常害怕面對自己 因為你一旦面對真實的自己 就發現很恐慌 好像錯了 而且每一個人都告訴我們是錯的 從早上起來看報紙 聽新聞 看到任何一個人都讓你覺得你是錯的 就這點而言 我常常覺得 在這個世界上 活得最真實的上 才是一種精神病患者 完全不理你們搞什麼 他們最真實 我們因為很有能力扭曲 所以我們懂得是適應這套病到不行的社會 讓別人不要把我們的精神疾病診斷出來 精神疾病是什麼 我非常喜歡這個定義 當你所認識的世界跟真實不符合的時候 你就是精神病患者 就這一點而言 每個人都是精神病患者 不過如果你是當權者 你就可以診斷別人是精神病患者 而你自己不是 而且你不必反省 所以對我來講 我這個剛剛 剛剛 楊 他 好 好吧 我都有精神的傾向 他一來就提醒我說 不要講得太難 我告訴你 我現在上課 幾乎沒有大學生聽得到 不過他們都被學長告誡了說 你聽懂啦 你就進步啦 所以他們都很快就在台下 任由我無言亂 不過我想哲武應該不太一樣 好 不管你怎麼想 我希望等一下我們有一些對話 真正的社區 是我們自己經營出來的 每一個人都應該去經營自己的社區 可是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自己有過多過少的精神疾病 我們要認真的反省追問 到底什麼是真實 什麼是真實 我現在有一個我很喜歡的答案 永恆不變的才是真實 我們就努力追求那個真正永恆不變的東西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非常喜歡老子曾經講過的一句話 這個當作結束 因為這段話告訴了我們 也支持了我剛剛這段論述 就是 永恆過你的生活就是了嘛 雖然我也常常驅逐於很多力量 不過我都很清楚我驅逐 這樣就可以啦 因為人在眼下也不得不低頭 不要因此 連命都活不下去 那當然得不償師 只要活著就好 可是 要盡可能追求有尊嚴的活著 老子的話是這樣說的 他不在道德經上 可是這句話是說道德是什麼 他說尋性而行為之道 道其實在中國文化裡面 它就是真理 它就是一個永恆不變的狀態 尋性而行為之道 我的詮釋是這樣子 當你忠於自己 活住你自己的時候 你才走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 下面那句 得其天性為之德 第一個德是得到的德 當你重新得回到你原本的天性的時候 你就是有道德的德 這個德 這句話其實很深奧 我們非常簡單講的話 我們每一個存在 原本都是完美無瑕的 可是因為某種理由 我們離開那個狀態 我們每一個用不同方式離開來 養成了不同的性格 我們要忠於自己的 把那個東西活出來 然後自己反省 我們才會回到原本 我們完美無瑕的那個天性狀態 基於這種信念 我可以相信任何人都是善良的 只是忽然太嚴重 而現在完全不想追尋道德 那就暫時不要以這種無藥可救的人 我們去找那些還有希望可救的人 基本上願意忠於自己的人 我們忠於自己並且學習著我們互相包容 這樣我們這一群忠於真理的人 才有足夠多的數量 如果我們有道德上的潔癖 人家跟我們不一樣 路線不同我們就不能夠合作的話 那麼那些基於利益的人 他們很容易五百四百 就買到替他們發言的人 他們看起來會聲勢好大 只要是願意追求真理 也能夠尊重別人 尊重差異的人 都應該是我們在追尋社區是什麼 追尋一種美好生活的過程裡面 志同道德的夥伴 好 我就在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願意替我這樣講 謝謝華老師 我想說提供我們每個人都想要追求一些 從個人比較個人層次 都想要追求有尊嚴的 然後美好的生活 可能我比較淺一點 我想要追求的那種有尊嚴或美好生活的過程 好像都是一直用反叛的方式在追求 要不順服 接下來我想說 我們再請亞文來談一下 那實際上我們對於 剛剛其實華老師談了很多 其實對於社區的想像的一個部分 每一個人可以有自己定義的這個社區 可是亞文他在自己要參與 比如說這個政治位置的過程裡面 他又是什麼樣的一個生命的經驗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主題 我們要做一個東西 而我們要做一支 我們要做一個